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钟丽皮曾经是大众公认的圈内《人鱼公主》,虽然这些年钟丽皮看演的影视作品是越来越少,可她与小鲜肉张伦朔的欢迎还是很受大众关注的。 前段时间,钟丽皮与张伦朔两人在《恋情真人秀》节目中的互动是多次登上了热搜,而对于钟丽皮本人来说她因为想要拼似她的原因,当下自身的形象也是极具话题性的。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钟丽皮与张伦朔两人有着极大的年龄差距,可你们看他们两人同框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出丝毫不适的。 在钟丽皮自己晒出来的这些照片中,他们夫妻二人平常的穿衣也是好看得不行,虽然现在的钟丽皮已经是四九岁的人,可以她的美貌与身材仍旧是能够恒住各种各样的服装。 生活中钟丽皮的容颜是一点都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 最近现身几场她这画着淡妆入镜的状态,很直接就叫我们感受到了她当下的容颜魅力,细嫩白皙的面部肌肤,简直就是肤白貌美。 在一顶级具设计感的遮阳帽,衬托喜爱她这高颜值的样子,一下子就映入到了我们的眼帘。 虽然钟丽皮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,可她平常的穿衣打扮依旧是很有时尚感的。 她这一次模仿起杨幂穿起无痕液体裤走机场的状态,就是自带发光体的,而上半身中,这白色皮去外搭上一件拼接个纹衬衫的潮流,装扮也是很好的,就隐藏住了她本身真实的年龄状态。 无痕液体裤独特的景深设计这次,也是很好的让钟丽皮自身火辣的腿部线条,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展现。 留意她这侧身的时候,所绣出来的这双逆天长腿更是足以一下子,就让我看得脸红的呢。 不知道你们又是否有被钟丽皮的这一身几场绣给撩到呢?也欢迎你们留言,发表你们的看法哦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 谢谢大家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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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!